是今晚12月22日的谷酒夜赛有两匹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在讲这两匹马之前,首先我要在这里恭喜上一次赛事不少的 这一排剧场表专业版的用者在这一天而大有斩获的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这里向你推介的两匹马 浪漫勇士和确认眼神也是顺利赢马的 有不少的用者就是利用这两匹马去买桥而有赞我 那我就在这里恭喜这帮朋友了 另外,如果你看看我们今个月12月份的六次赛事 在这个频道向你推介的总共12匹的挑胆 你看到有6匹是跑第一的 另外有3匹是跑第二的 换言之12匹马 有9匹都顺利跑进去 而另外一匹就跑第三,只是有2匹马去买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高的命中率 当然,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透过这个职业牌计算表 可以非常容易选择真正的实力马 当然了,也有不少的职业团队和职业的个体户 是利用这个表去买WINPAY马 作为一个长线投资的 我们知道也有些朋友是这样做的 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专门选择 他们认为命中机会非常大的马匹 而每一次用一个相同的处马去下注 例如每一匹马买100元WIN 或者每一匹马买100元PAY 这样做一个长线的投资 如果你是属于这类的朋友 这个表当然可以帮到你 因为你可以选择命中率非常高的真正实力马 例如12月份 如果你每一匹马 用一个均注 例如10元下注WINPAY的话 总共120元的成本 你就可以收到242元的独赢派载 有102%的回报 如果只是买位置的话 也会有30%的回报 所以你属于这类 买WINPAY的投资者 当然这个表也是对你非常有用的 当然我们主要向你推介的 不是这类买法 我们向你推介的就是利用这个表 去帮你以小博大 OK 说过了 这一天 第七场 正正有不少的 即日牌的计算表 用者 在第七场大有斩落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场 我们推介的胆是得胜多 最短的三匹脚是1 3 13 金匠非凡 翡翠六 和连连行运 结果 得胜多跑第二 翡翠六跑第一 连连行运跑第三 金匠非凡 跑第四 即是这个一拖三是中Q 这个286.5的冷Q 三龙彩也都中了 是7400元的冷三龙彩 而四重彩也都中了 是派21,000多的 那我们经常说 当你有你自己的深水马匹时 例如这一类 当你临场看到里面的马匹 大部分有分头的话 你是可以去博三龙彩和四重彩的 当你博三龙彩和四重彩的时候 当然由于你的胆是Q胆 所以你不需要用福胆或者福色去买 你可以博这匹马行头 买一条 排第二 也买一条 即是将这匹的胆 只排在第一名和第二名 如果这样做的话 这场的赛事 买三重彩一拖三 将得胜多排第一第二 十元一注 两条非 成本都是八二元 即是说 你八二元的注码 如果买三重彩的话 你可以收7400多的 当然我们也有朋友 这一场 是用八二元来注 收7400多的 如果你买四重彩的话 将得胜多排第一第二 拖三匹 买十元一注 也是两条非 你的总成本 也是八二元 也有用者 在这一场赛事 用八二元来注 而收了二万一千多的四重彩 那我就在这里 恭喜这帮朋友 记住这个方法 记住每一个赛日 都可以 在这些短棍里面 有分头的马匹 你可以这样去下注 你的成本 是非常之低 但是当你中 命中的时候 由于你所紧的 是有分头的马匹 所以那些派赛 这些时候都是惊人 好了 说回今晚的赛事 第一匹 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二场 四班菊草 一千米的三号马 过河竞猪 为什么这匹马 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二场 实力马那里 你会见到 这场的同情实力马 数目非常之少 三匹 而其中的两匹 快一步 和超鞋应隔 全部都排在外档 即是说 跑最短途 菊草 短直落一千 这两匹马的排档 是非常之不利的 因为他们不是 放头跑法的马匹 而这匹超鞋应球 那个赛值 更加来自上一季 如果看回他城的实力马 富泉英雄 菊草千二 其实它两个指数都是富的 今次要缩下来 一千跑 即是说 如果缩下来 这个时间指数最好是正的 那这个富泉英雄 缩下来 可以不可以 我们就不知道了 即是说 这个时间指数 不是那么突出 另外一匹海精英 虽然它是一匹 田草一千米的实力分子 还是质身分子 做的时间也是正的 但是它这个赛值 也都来自上一季 所以今季 有没有方 我们也是很难去预计的 因为这些资讯 掌握在幕后的手上 OK 即是 换言之 这一场的过河竞出 由于同程实力马少 而且排档不利 他程的实力马 今季那些 也都不是太突出 所以形成这一批过河竞出 在这一场的赛事 它两仗前是跑第三的 它是可以咬住在前面跑 即是说这一场由于对手弱 这一批马 是值得你留意的 第一个理由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如果你去所有马赛值里 选择这一批马 你会看到过河竞出 其实在上巨 在同程 累积了三个win 全部都是同程 他上季最后一次赢马的评分 是57分 他现在的评分是54 即是评分已经开始又来了 不单止这样 如果你看他今季 这两仗跑同程 跑第四、第三 都是背着差不多顶绑了 133、132 而大前仗他跑第三的这仗 他输的对手叫做 你知我胜 你知我胜 上到三班 也都是赢同程的 他上两仗 跑不进位置的主要原因 是他排的大外档 是非常难跑的 OK 那今仗由于实力的对手 同程的实力马对手少 和排档不利 他程的实力马也是一半 所以这一批在同程累积了三win的马匹 再加上他的评分 是有利了 他可以在前面跑 即是最适合跑 谷草一千 这类跑法的马匹 所以这批的过河竞出 是这场赛事 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OK 如果你喜欢这批的过河竞出 你可以考虑用这批马 作为Q胆 去拖几匹配脚 买巧 而今班第二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八场 二班谷草一千米最短途的 7号马 南驱保 如果你去第八场的实力马 那里看 你会见到 南驱保 是一批同程的放头实力马 不单止这样 你看他上仗 他那个时间指数 是正的0.41 是吧 即是他的时间 是比二班的标准时间的 我不记得他上仗 虽然是三班 但是他背着一个133磅 今次升二班 而背着较轻的磅 其实对这类跑法的马 是更加有利的 你看到 第一 他的时间指数 在今季的马里是最高的 这个暖在里心 0.44 三班是来自上一季的 第二 不单止这样 这匹马的末段 其实是懂得加速的 你看到他的末段指数 是0.61 那就是说 他可以放头跑 又懂得加速 又有一个非常快的时间指数 那就是说 在后面 在后面那扫码 未必那么容易追到他的 如果你看到末段指数的加速力的话 只剩0.600 如果你再看末段 即是22.22 在所有的对手里面 他是最突出的一匹马 当然了 今次他也有一个较阶的形势 因为他排在内档 即是他比其他的 可以咬前跑法的马 排在较久的位置 换言之 他有非常大的机会 是可以铁栏棒球的 如果他铁栏棒球的话 这匹马 是没断 是有加速力的 当然了 这匹马上将背着133磅 在三班弹脱 同程的 亚军 两个身位 即是说这类马 如果加分加绑 或者是升班 通常来说 都还有分手 如果你看这一匹 他所有马赛职 看南俱宝 你会看到 其实他跑这个同程 他是一个同程专家 他在这个路程累积了 1,2,3,4,5,6 而且他评分就一直上升 是否 上到上将去79分 而赢的姿态 是更加轻松的 看到吗? 越赢越轻松 而今次升 一班轻松 又可以排在车内档 而且有较大的机会 可以铁蓝放头跑 如果他铁蓝放头跑的话 加上他有一个 末端 他不是断的 他是可以加速的 就凭着这个加速力 在这场赛事 其实他是一匹 跑法有利 以及属于一匹 同程的 放头 真正的实力码 如果你喜欢这匹 南俱宝 你也可以考虑 将他用来做Q弹 去拖几分配脚 买Q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码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OK 当你有这个表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码 所以建议你将你所学的减码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这样做 结果会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实力的 冷码 OK 如果你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去选码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redenBreden Channel 里面的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 选码秘谀的片 记得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冷码的方法 以及你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码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影片 当然啦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牌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就可以立刻拥有这两个表了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那样 可以轻易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码 OK 当然啦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如何选码的方法有兴趣 那我当然就建议你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OK 同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选码的知识方面 有帮助的话 那就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啦